美国总统大选川普将对决拜登 由CNN主播出书 引述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说法 川普残想剖弃台湾 在台海议题上 川普似乎不在意台湾 不过川普对中国的态度 恐怕也让中国人戒胜恐惧 不止中国官媒画漫画 嘲笑美国民主政治环境混乱 微博上还有网友狂酸 201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 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情款待 没想到美洲贸易战开打 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川普日前更扬言 如果当选对中国将开征 60%以上的关税态度依旧强硬 川普立场反复无偿 连前副手潘斯 接受福斯新闻访问 也表态不会支持川普 习日伙伴如今决裂 也让人担忧 川普如果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世界政局恐怕又会大洗牌 华氏新闻综合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